我們的Adipender 其實它是有塗層的概念 有沒有 這就是塗層的概念 所以有些老師如果您曾經用過 Flash 之類的 那種時間軸的那些軟體 大概就是像這樣 那今天呢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您在講解這個過程裡面 你希望呢 還有把你的什麼 這個資料把它放上面的 可以找 可以把它加進來 那如果您是單純找圖片 比如說我想要找一下我們的 學校的Logo 好我如果這樣一找 的確會找到很多對不對 但是呢 老師要注意一下 我的螢幕這樣不知道 您看您的螢幕 看上面比較看不出來 有沒有發現這一張的話 這裡有這個不一樣 這個有沒有都是白的 如果您找的時候 找到這一種的就是透明的 直接加進去就會透明 那 平常呢如果 您要用的時候 通常我會建議您加兩個關鍵字 這個在我們教材裡面有 您往下 教材捲到最下面有一個免費設計資源 有沒有 您打開之後 就是這兩個關鍵字 平常老師在找關鍵字的時候 可以加上 PNG或 SPG 這樣你就很有機會找到透明的 就不用做去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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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但是您在用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我在這邊 按右鍵 複製 您覺得 過去會不會有透明 如果在office裡面 OK 沒有問題 但是 我們現在用的不是office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把它貼進來 有沒有發現發生什麼事情 它不是給你白就給你黑 所以呢 這種圖 您在使用的時候 請記得一件事情 最好就是把它定存圖片 就好 定存圖片 比如說我把它放到我的桌面上 這個時候我們加進來的時候 哪裡要插入圖片 在上面這裡 老師可以看到上面有沒有一個叫注釋 它的英文確實 anonate 確實是中文一般翻出注釋 沒有錯 只是 它把它放在這裡 會覺得可能大家 平常的那個觀念 跟這邊比較不一樣 對不對 好 有沒有看到一個圖像 從這裡進來 所以如果說您有其他的影片 有其他的聲音 甚至你要截取螢幕上的畫面 它這個軟體都有 好 那我就找到我們的 這個logo 請問進來有沒有差很多 沒有差很多 就是保留透明度而已 這樣是不是好用很多 好 所以您在使用的時候 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有透明的服務 不能直接扣過Copy貼上 因為Windows的簡約部 會自動忽略掉那個透明度 只有Office 就是微軟自己的產品 才可以直接扣過去 這個是比較麻煩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OK嗎 好